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咒服夜出的二军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加快了复仇的计划 贺云及时向费百夫通报了这个消息 与此同时 淮海警方也加紧了对他的监视和调查 你又要去那种地方 你就不能留下来陪陪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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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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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来了 走 他回来了 走 二军并没有发现警方的行动 可是心中总有一丝挥之不去的不祥之感 他留心观察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就更是他坐卧不宁了 孔二军很可能就是孔大军 所以我要提醒你们 千万要注意安全 滚了 那你们赶紧查呀 这个很难 炸死那孔大军估计是孔二军 可作为证据的器官一点也没剩下 我这次出去走了一圈 也没抓到什么要确凿的证据 所以我们只能怀疑 只能耐心地等待 你们能等我不能等啊 我有单生意在他手里呢 那看来这事就复杂了 很有可能梅林的事就是他干的 但是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 我觉得你们要想办法控制住他 已经采取措施了 小龙 怀生 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 要团结 对 对 是 我二五次明天上午九点钟到 车一到呢 拜托你马上把一轮公司装钢板的 那个二十个车皮转发到广东 对 对 对 一个也不能耽搁 好的 对不起 是老高吧 哎呀 刚才这位小姐搞错了 对 刚好搞反了 你听我说啊 那实车皮的钢板 运到站上你给我扣住 你等我的电话 我说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 好吗 哎呀 我会急时的通知你的 你就给我停在那里 听明白了吧 哦 哎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一轮公司的货一定要急时的发运 这怎么又不发了 这每一次的准时就是为了这回的延误 这回是让吴凯生的好看 有他好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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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小龙到了上海 以后照顾好自己 你 哥 只能回头晓杂 你找你 还没有 重力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你生命 我还没有 你生命 我还没有 那什么内容 明天你就会知道 请问 你对状况一龙公司有信心吗 当然有信心 因为有乔律师为我们做组 你们大家都有信心吗 有 乔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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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请坐吧 来 请坐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各位新闻界朋友的到来 下面由本事务所所长乔律师 宣读一份重要声明 乔律师请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要宣布这份重要的声明 我觉得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很有可能要让大家失望 由于本人和义龙公司曾经有过一段特殊的关系 根据司法回避制度 我决定退出义龙热水器所配案 不再担任原告的委托律师 对于这样的一个声明 我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谅解 实在是对不起了 大家安静 乔律师 你实在辜负大家对你的希望了 对不起 今天不回答任何问题 对不起 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对不起 乔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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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总出事了 公公那边发来电传 说我们的二十万总钢板到现在没到 他们说如果今天不到的话 他们的生产险绩全部停了 损失可就大了 果然如此 马上给他们回话 先把这事捂住 告诉他们两天之内 货一定到 可是他们说 如果今天再不到的话 他们就终止合同 所非损失 你马上带人去重生捷运 一定要把这批货子 下落搞清楚 侯主任 奶鼓风把你给吹来了 何小姐 孔总呢 他 出差了 找他有事吗 我们的二十万吨钢买 应该前天就到广东 可是到现在 连影子都没有 这事你怎么解释 不会吧 不会有这事的 你以为我是 来先摸牙的事吗 侯主任 我们搞货运的 一项安全准时 这个你也是知道的呀 可是你这回没准时 你赶紧给我查 好 没问题 冯总真的不在 什么真的假的 要不 你们搜查一下 是老高吧 对 是我 霍云 好的 好的 就这样 再见 搞清楚了 你们那二十个车皮钢板啊 在硬盘战壁甩了一下 为什么 说是有重要的军事物资 必须要优先运行 那就请他们帮帮忙 把我们的货先发走 不可能 最快 也得要三天以后 三天 那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侯主任 你也别着急 按照我们的规定呢 我们可以赔偿你百分之二的损失 那管个屁用啊 这袋生意如果延误了 我们和广东方面的合作 就全部泡汤了 那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谁碰到这事啊 只能知人倒霉了 都给我死去吧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想自己来承担这件事 可如果你跟我商量一下 今天你不至于这么被动 这就是对我的惩罚 总得有个原因吧 是啊 原因很多 我想主要还是来自于 各方面的压力 我实在是扛不住 我不相信 在你做出决定的时候 这些因素已经存在的 凌飞 就这件事情我不想多谈 今天大家都很累 你也早点休息 晚安 这是乔律师吧 是 乔律师 我们在这儿等您半天了 你们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真的不管我们了吗 乔叔叔 我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你不会不管我的 对吗 孩子 孩子 叔叔不是一个好叔叔 可我还是相信你 你们放心吧 我会赔偿你们的损失的 我们不要你赔偿 我们要吴怀生赔偿 好 好 我送你们回家 怀生吗 小龙啊 我看了电视了 我很高兴啊 毕竟是血浓于水嘛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谁也不要再提了 小龙啊 你也要小心点 毕竟 还有一个要复仇的兄弟呢 你的委屈我知道 你的委屈我知道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补偿的 补偿 大哥 你觉得钱是万能的吗 乔律 让开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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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律师 乔律师 我想跟您请一段时间的长假 好 我同意 过完假 可能 我明白你的意思 去吧 明天开始你就不用上班了 我还向大家保证 义龙公司一定会尽全力 赔偿大家的损失 但是有个前提 这件事情不能提交给法院 对 我的意见是代表市政府的 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退一步 今天咱们把这个矿大协议签了 以后的具体数字 我们一家一家再协商 你们看怎么样 不行 这协议不能签 这协议以前就好比师弟被火花一样 那就没得谈了 不得签 这个协议我们不得签 对 不得签 不行的话我们应该报警 不不不 我们千万不能这么做 他们的心情我完全能解 这件事如果我碰上了 也会这么处理 你看一下 这个月的收支报表 只有出没有进 还用看吗 好了 走得挺好 这样我们还节省开支呢 那你也走吧 你要走了就都干给 说什么呢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坏生 我 你看 这基因的力量就是不得了 怎么了 你看 长得越来越像小龙了 我对不起你 坏生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说吧 小龙 小龙最近情况不太好 律师事务所快维持不下去了 是 我也听说了 你帮他一把吧 你让我怎么帮他呀 他这次中途退出案子 违约赔偿和民意损失都很大 而且 而且他这次退出 主要也还是顾及 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而我现在没钱 华生 你这样说能让人相信吗 当然我指的没钱 不一定是说 就没有变通的办法 什么办法 利用你爸的关系 跟银行方面打一个招呼 使我能够贷到一笔款 银行有银行的规矩 我爸这样做不合适的 我当然知道银行有银行的规矩了 可是银行的人 他们的家属房子都在淮海 而且我还听说 中央有一笔水利基金刚到 只要他们能够存到一个指定的银行 我就能贷出款来 我还是不能让我父亲 帮你做这件事 那也好 不过没有关系 可是我还是劝你 能跟你父亲说说让他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 不仅可以帮我渡过难关 当然也是为了你 为了孩子 哦 还有 也为你忘不了的小小龙 是吴夫人来了 找我有事吗 找你半天了 不好意思 欢迎夫人来这趟工作 知道工作谈不上 老姜 给我开张追票 要多少 五十万 五十万 夫人 您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 我自有用处 最近公司的现金非常紧张 你以为我每天不来公司上班 就不知道公司的情况吗 我是财务总监 在家里自有人跟我说的 那好吧 我让吴总来跟你说 不必了 就不要麻烦吴总了 我马上给你开 请夫人跟我来 好 请进 没想到我会来吧 来 请坐 你别忙活了 我坐一会就走 喝口水吧 喝口水吧 怎么样 你好吗 挺好的 孩子呢 孩子整天嘴巴里嘟嘟囔囔的 都快回家爸爸了 都说啊 这么大小孩最好玩的时候 都说啊 这么大小孩最好玩的时候 前两天刚照的 陈柯儿 他太太好玩了 这么大小孩 愿了 就是你 给你的 给我的 我不缺钱 你就不要硬撑着了 我刚才进门的时候 碰到催房租的了 是吗 那我也不要 这钱是怀生给的 不管是谁给的 我都不能要 我知道了 就这样 去戴医生家 二生 回来了 好 戴医生请 小杰 给泡杯茶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戴医生 这是我太太 亭丽 你好 戴医生请坐 戴医生 麻烦你啊 最近我发现 我太太精神一直是 好像有点问题 神经恍惚 经常能做出一些很奇怪的 戴医生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戴医生可是 精神病学方面的专家 我是请她来 给你检查检查 检查什么 我又没病 你怎么就没病 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把公司五十万的支票 拿出去 连个收条都不打 你 你是正常人的行为吗 那你用不着这么对我 我还告诉你 多亏对方是个守法的人 那张支票 退回来 那个桥头案要抓紧办呀 报告 怎么搞的吗 啊 进来 好 就这样 葬局 这是国际刑警发来的急件 什么时间发来的 大约十分钟前 你马上通知刘国梁 樊一平 叫他们马上过来 是 还能不能够 你 这么 long 你爽 您 这是 多亏 你 自助 您 你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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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背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